大陆的媒体预言谈天有分析 有关于这个传呼机之谜啊 结果他直接就说 传呼机对讲机爆炸是以色列干的 因为珍珠党里面有人知道就提早引爆 而且他里面还谈到了为什么 还有视觉还原 直接用影片来解说 好 小舰长您的看法 我们中天新闻也有视觉还原 上个礼拜 礼拜四 小舰长就在我们这个节目里头 讲到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而且都有图有真相 在那个YouTube上面就有 请大家稍微找一下就可以找到 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事 我们那时候就讲过 其实传呼机一直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 就好像我们现在到大卖场 或者是大卖场的美食街或餐厅 我们点餐他不是会给我们一个 圆形的或者方形的 有的会叫 有的会震动 有的会叫又震动又有灯光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一种开放性架构 因为你的需求我才做成这样 而且我在里面还特别的拿出这个天下杂志 他对于这件事 2011年专访那家公司 那结果呢 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放到那个X平台上面 国外已经在讨论这件事 原来2011年你就说 这一个手机是FBI在使用的 那其实以色列使用这样的一个网络作战 也不是第一次 我们还记得吗 之前伊朗的右离心机出现问题 一样也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他们在 其实他们有一个叫做8200部队 这个8200部队 对不对 我拿出他的组织图来了 也就是说 他其实是隶属于军事情报局 军事情报局又是隶属于国防局 在国防局隶属于谁 总理办公室嘛 我们在部队里头都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你报告说你的勤收 或者是你的技术有什么突破 但是呢 你一路层层上报上去 也是你的长官层层下令说 可以这么做才这么做的 所以8200部队 他其实也就是像我们台湾的 自通电军一样 他专门收集这些大数据 而且他非常密切的进行人物制 也就是观察这些真主党的人 他们是如何的生活的 他们是如何通联的 当然现在已经不能像 宾拉登那个时代用书信 当然也没有鸽子 那可以飞鸽传书 也不行啊 那但是真主党有想到另外一件事吗 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那个我们刚刚讲BB code有问题 还有对讲机有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不是在手机里面 因为以前的这种电子零件比较大 那现在我们讲到现在的这个 晶片越做越小 那是不是空出来的空间可以做什么 就是被人利用了放炸弹 把微量的炸弹放在里面 然后他一收到这个电子讯号之后 他就引爆原来他的作用的炸药之外 他炸了锂电 然后整个无论是你拿对讲机 就把整个头都炸了 然后你如果拿个呼叫器 可能手就断了 所以我们讲说 或者放在腰间整个碎片 还有包含他那个外壳 还有电路板整个打到身体 所以我们这样讲 现在这一种作战方式 已经是一种全新的 也就是我们看到说 在战场上面五人机 然后对于这一种情报的交错 有这一种方式 《华尔街日报》就报导了 美国海军部长很忙 4月就去日本跟韩国 去看了三菱重工业在横滨的造船厂 又看了韩华现代重工韩国的设施 并且赞扬他们 鼓励他们到美国来投资 结果现在南韩造船巨部 韩华海洋还搜购费城的 前海军造船厂 创南韩首例 获得翻修美国海军军舰的合约 而且五角大厦设置计划 要在韩日澳新加坡菲律宾等 设立军事维修中心 这种种的一切似乎都显现 美国现在对于在造船造维修 都是捉襟见肘 不得不靠日本韩国一起来帮忙 英国的金融时报 之前有一篇报导 1975年的时候 美国的造船业是全球第一 现在只剩1% 差很多 那远洋的船只呢 50%现在是中国大陆制造 在2023年中国大陆大概做了1000艘 而美国只做了10艘 那可是另外30%是韩国 然后17%大概是日本 所以50 30 17 这三个国家就已经占了多少 97%了 那美国不到1% 所以现在韩华它是有这样一个困境 其实困境反而是在韩国这边 你如果去看中韩之间在造船的这个差别 那在过去短短的5到3年之间 就完全超越韩国 因为韩国过去是No.1 这个数字是倒过来它是主导的 尤其是韩华 不管是各种这个形态的这个舰艇 所以现在因为它被超过 然后呢它的这个市场失去 那因此呢 它就跟美国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生意 那就是帮它在做军舰 或者是维修军舰 那这是一个测试 一个4万吨的 看起来其实非常老的 就是军需的支援舰 现在进入到韩华 在韩国的这个就是等于是在做维修 预计应该是三个月 所以三个月的维修重新出港 那就表示说 其实做的并不是很彻底 那也维修的范围是有限 因为这里面 而且它是一个军需的支援舰 所以它现在技术又不是太复杂 因为这个军舰的这个修复 其实很多的这个层面 就跟飞机一样 对不对 所以不是一般的这些船舰都可以做的 那韩国的这个造船 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工业 美国是不是有这种信任 这都是担心 所以美国希望它 你到美国来买买船公司嘛 它就让它买了这个废城造船厂 并不大才一亿美元就买下来 是 你发觉这个对比哦 韩国买废城造船厂OK了 但是呢日本买这个美国钢铁 不OK 所以是影响到美国的就是这个国家安全 对 那国家安全当然是讲假的 那是因为现在在选举 因为有很多那个美国钢铁厂的刚好他又在冰州 冰州现在19张票 冰家必争之地 重要的摇摆州 连泽伦斯基第一站都到冰州 为什么 因为那两个候选人现在都在冰州 他要去看那里的炮弹生产 对 他去看那个炮弹生产 所以 也就是说韩国 韩华这样的布局 其实现在才开始 是 但能够走多远 我其实是画一个问号 他第一个能够在韩国帮美国维护的 就是大概一些基本的 比较短暂的 然后呢 这个就是说不是太复杂的 那第二个 费城造船厂能不能够真的去造 这些所谓的重要的线 因为美国最重要的线 还是几个大的军工产业的这些公司 那在成造嘛 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 他到最后能够去帮美国在填补 就是造船业 特别是海军造船多大的协助 我其实是很质疑的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搭光 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